由搜狐视频独家播出的第二集《中国好声音》8月15日下午开始录制汪峰战队的导师考核 录像当天的发布会上,正式揭晓了汪峰的梦想导师是著名音乐制作人贾一南 贾一南是音乐圈里的知名制作人,汪峰透露,贾一南已为他制作了不下四张专辑 一直负责为他编曲、录音和兼唱,两人合作向来默契 从音乐专业水准来看,贾一南是梦想导师的不二人选 对此,汪峰坦言,他也考虑找一线明星朋友来帮忙,比如李宗盛、陈奕迅 但李宗盛有巡演,其他朋友则参加了同类型音乐节目 权衡之后,好友贾一南成为了汪峰的第一人选 汪峰认为,贾一南对于音乐有着非凡的掌控力 这对于他从专业角度挑选学约方面能给他很多建议 《中国好声音》播出以来,收拾一路高开高走 面对其他三位一线人气歌手的梦想导师阵容,贾一南完全没有收拾压力 对我工作有影响的是圈内人士的认可,而不是收拾率 王峰更是对自己这期导师考核阶段的收拾率信心满满 无意冒犯其他三位导师 我个人认为,我这一队的学员实力非常强 说不定我们这场会是收拾最高的一期 此前,纳英、哈林两组已经录完考核 每一次做选择时都让两位主考核导师纠结不已 王峰对于自己这对录制时的纠结也早有预判 难过的情绪是难免的 刚才彩排时我就很纠结了 到现在他们的表现已无好坏 但又必须走一个 纳英、阿妹在录制过程中几次感动落泪 王峰则表示,虽然会有情绪,但流泪很难 不过一旁的贾一男却立马补了一句 应该会流泪的 不同于导师分班阶段对好适应的判断 王峰谈到他在做考核时 更看重的是选手绝对的实力 以及此后遇到其他导师队伍中最强的选手 能否应对走到最远 而他这一队很大的看点是 很多在导师分班阶段表现还有待提高的选手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有了巨大的进步 现场的表现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搜狐视频那是极好的 我是思力